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同工 搬赚快 赚取学费 跟你用钱 这样的生活 让我几乎没有时间 赚注在书本上 导致学业成绩不佳 被安排进入资源班 这也让我被贴上 问题学生的标签 同学们也时常拿着 来嘲笑着我 说我是都起志班 也因为这样 使我跟班上的人气网 发生冲突 最后被全班一起排挤 情绪低落的我 开始逃学 躲进网咖 父亲直到后 每次都只叫我罚跪半小时 然后他就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 喝着啤酒 当我跪在地上时 我心中不禁想 你自己成立于赌博 把赚到的钱都拿去喝酒 是有什么资格来说教 后来 父亲会监视我 有没有进入学校 因此 我也改变逃学方法 我是在下课时 才偷偷爬出围墙 这种情况 搞到不止派出所的远景 曾把我带回学校 社会局也对我进行密切的关注 不过 我却一再逃脱 之后父亲也懒得在管 在这段荒唐的时光里 我曾遇到一位良事义友 老师都是带着有色眼光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问题学生 直到后来 进入国中 我遇到了贵人 陈导师 他对我完全是真心的 虽然知道 我不是乖学生 但他仍然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和鼓励 认可我的能力 这让我第一次觉得 自己是有用的人 更令我感动的是 每当我为餐费和学杂费苦恼时 他总是会帮我带电 并且表示 等我有能力后 再还就好了 老师这种无私的付出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幸福 可惜的是 在国二时 因为成绩差 我被调到后段班 不再是陈导师的学生 不过 他已经把我拉为正轨了 到了国三 我再次遇到了这位陈导师 他虽然只是教国文的老师 但他对我的关心从未减少 只是 他似乎生病了 而且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频繁休课 有其他老师待课 后来 他就没再出现 我询问其他老师 才知道陈老师 磷患肺癌 住进东部最大的慈悸医院 毕业典礼上 尽管陈老师并宽不佳 他仍然坚持出席 只见他因为化疗 剃光了头发 戴着帽子 虚弱地坐在轮椅上 许多学生都涌上前与老师合影 我也走上前表达感谢 我跟他说 等我赚到钱后 会赶快还 他听完 只是微笑着说 那笔钱不用还给他了 直接捐给帮助弱势的工艺团体 毕业后 我没有读高中 而是直接到汽车行当学徒 某天加班到10点多 回到家 已经累到懒得洗澡 直接躺在沙发睡觉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陈老师出现了 他坐在病床上 向我挥手 虽然我感到疑惑 但也开心地跟陈老师挥手打招呼 但是 为了挤下手后 陈老师就往后躺下 然后被人用布盖起来 这一幕 使我惊醒过来 心中充满疑问 后来 我跟阿嬷提起这个梦 难道陈老师已经离开了 他是来向我挥手道别 阿嬷听完告诉我 通常梦是相反的 叫我别想太多了 但是不久后 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国中班长打来的电话 他说陈老师过世了 问我要参加告别式吗 他要统计参加的人数 我当然立刻说会参加 那天 在陈老师的葬礼上 来了许多陈老师教过的学生 有些看起来都中脸了 但每个人都哭得岂不成声 包括我 甚至有名学生 在葬礼进行到一半时 晕倒了 从这可以知道 陈老师对学生有多么真诚 之后过了十几年 我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很感谢陈老师 当初的帮助 他的爱和奉献 让我没有走向歧途 我也还完当初陈老师 借给我的钱 之后还养成习惯 现在每个月都会固定 从薪水拿十分之一出来 帮助有需要的人